有民眾在網路上看到400多塊的速食店套餐 竟然只要99元 趕緊輸入了自己資料並輸入信用卡號 只是當他收到刷卡簡訊後 金額竟然不是99元 489塊的套餐分量大 看起來超級滿足 因為國慶日限定 SASA只要99元 上頭隨著售完為止 吸引民眾搶購 甚至連注意事項 都跟一般的商品券沒兩樣 看起來就像真的 沒想到卻害得不少人受騙上當 只要輸入完資料後 就會跳出刷卡頁面 訂單的金額 隨著套餐數量增加都正確 被害人不宜由他 趕緊輸入自己的信用卡資料 確認付款後 後台就會傳送OTP碼 只是當送出後 詐騙集團就取得了被害人信用卡資訊 台北市內湖的派出所 一天內就受理兩件報案 一名40多歲的流行女子 被盜刷將近6000元 而另一名許新被害人 因為買的套餐比較多 被盜刷7000多元 関市局統計 從今年1月初到9號 一共有48組素食店的釣魚網址 被民眾通報 而只要一受理報案 警方就會下架網站 避免再有人受害 虽然市面商不止電商平台 有素食店商品券 也有吉祥券可以購買使用 詐騙集團的資訊全部照操複製 增加消費者信任 但民眾只要注意 一夜市廣告跟倒數計時 就有高機率是釣魚網站 想花小錢搶便宜 還是要再三確認 一名自己開心購買的國慶套餐 卻因為被詐騙 廉價好心情 統統消失 TVB新聞玲瓏士 蘇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